随着近几年来 WiFi路由器不断的迭代跟发展 不但性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而且硬件配置也比之前丰富了不少 那么碰巧最近L大跟小宝合作了一个最新的固件 一个新版的S2OS 而且它也适配了不少的设备 所以小米路由器刷机的系列 那么从今天开始咱们重启了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路由器的金水 由于小米路由器的分区机制 它是多而细碎的 那就拿我手里的小米AX9000来说 它的物理存储的空间是256Mbps 而实际上它却被分割成了28个细碎的小分区 系统定义是大概90Mbps左右 由于采用了双分区互相备份的策略 那么21号分区跟22号分区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系统的固件分区 这么一来即便是90Mbps的空间 分区对边砍一刀 每一个最多也只有45Mbps 一般来说40G的空间 你要装一个OP 其实来说也是够用的 但是相对比较极限 但是装完之后 如果你想多装几个插件 那么大概率是不够用了 所以这些大佬们才开发了扩容式刷机 由于扩容之后 可用于刷机的空间就会变大 对于刷入固件的兼容性就会更好 你可以刷入更大的固件 那么后续你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插件 那么如果我们刷入Uboot 那你就可以使用图形化的刷机界面 那么相比代码的刷机界面 它就更简单 而且快捷 刷了Uboot之后 相当于刷了一套boost系统 你可以很大限度的解决路由器崩溃的变砖的风险 那么缺点也是比较明显 由于扩容它是合并分区的 会破坏原厂的分区列表 在刷机之前没有使用DD命令 提前备份原厂的Uboot分区和MTD分区的话 回到原厂的固件也相对比较麻烦 那么刷机的基本逻辑 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那么今天就以AXR9000为例 教大家小米路由器的进阶玩法 使用Uboot进行扩容刷机 登陆我们的小米路由器 来到后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ROM的版本 也就是我们的固件版本 我这里的固件版本是比较老的 是1.0.168 接下来我们来到小米固件的官网 往下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需要的AXR9000的开发版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固件版本是1.0.140 我们点击下载 OK下载完成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页面关掉 我们回到路由的后台 找到常用设置 找到系统状态 在这找到手动升级 选择固件 选择我们刚下的这个固件 打开 好 点击手动升级 升级非常快速 在这建议把这个钩点上 点上这个钩之后 基本上不太容易出错 我们确定 好 目前我们的路由器已经重启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动路画面 点击马上体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路由的ROM版本 刷到了1.0.140的开发版 好 然后我们来到高级设置 找到Docker 这时候我们需要插入一个大于32G的USB的U盘 好我们现在找到一个U盘 然后我们把它插到电脑上 那我们把它格式化成 EXT4的格式 好 格式化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它插到我们的小米AXR9000上 接下来我们点击 安装Docker 那么这个EXT4文件呢 就变成了Docker的存储器在使用 我们单击确认 好 这里显示呢 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点击确定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EXT4已经被正常的识别 且接入并存入Docker了 这时候呢 我们打开运行Docker这个开关 然后点击安装第三方管理 好 安装成功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安装第三方管理的这个按钮就变成灰色 而管理Docker的按钮呢 就亮起 好 我们现在点击管理Docker 这里的用户名和密码呢 都是Admin 进入之后呢 它需要你更改一下密码 这里的密码规则呢 一定要12位 且英文加数字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升级密码 更改 好 提示密码更改成功 然后我们再登录一下 登录 OK 这样呢 我们的密码就已经收拾好了 好 现在我们找到Home 点击 点击Live Connect 好 我们在这点击Container 进入容器 我们选择右上角 新建一个容器 我们输入一个名称 Bus Webbox 我们需要填入名称和image 然后往下画 我们找到Console 选择Interactor 以及TTY 然后下面的Driver选项 然后下面的Driver选项 Driver选项这里呢 我们选择数据集分键 其余的选项呢 我们默认 填写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来到券 添加一个新的卷 后面选择绑定 host这里面 我们打一个斜杠 好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容器 OK 我们的容器已经添加完成了 可以对应我这个参数 简单的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解锁SSH 我们找到我们刚才添加的容器 点击回星针 这时候呢 会进入命令行 接下来呢 我们输入下列代码 空格 起杠 如果你返回这条命令呢 就说明你之前前面做的工作呢 是没有错误的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编译这个文件 收入这个命令 回车 好 我们现在找到 Star Servers 我们把光标挪过来 找到这一行 由于我们用的是VI命令 那我们这时候按I 进入编辑模式 在所有这几行前面呢 添加一个警字号 把它注释掉 好 大家做完了之后呢 可以简单的对应看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按ESC退出 按冒号 WQ 回车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启动 SSH服务 我们使用这段命令 回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修改一下 SSH的密码 好 这时候呢 你需要输入新的密码 我们输入 Password 这里提示 就说你的密码强度不够 没关系 我们再来一遍 OK 我们的SSH密码 已经设置完整了 好 我们现在SSH已经解锁 那么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它是否解锁成功 我们打开SSH工具 新建一个链接 那这里的地址是 192.168.31.1 我们连接上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RUOK 就代表我们已经成功的解锁 并且连接了HR9000了 那么在刷机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一些重要的数据 稍微备份一下 我们输入这段命令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29个分区 那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备份的 就这么几个 在这儿呢 我们使用的命令呢 是地地命令 那把我们需要备份的内容呢 备份到TMP下 那我在这儿呢 又新建了一个目录 那我们可以参照这个格式 那把我们需要备份的内容呢 备份到TMP下 备份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再复制到电脑上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到其他目录 或者直接备份到U盘上 首先呢 我们来到面包多的这个网站 我们找到暗云大佬的这个帖子 在这儿呢 这个Uput需要花5块钱 我们致富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下载链接 这样呢 那我们就可以下载到我们大分区的 也就是合并分区的U-Boot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到S-DOT的网站 然后去下一个最新的HR9000的固件 那么这个固件呢 是LDA跟小马大佬合作的一个产品 我们把之前解压好的U-Boot文件 上传到TMP之下 我们纸径的文件夹里 当然呢 这个文件夹你可以自定义 我们在这儿使用这条命令 来修改一下文件夹的权限 然后呢 我们需要通过这三条命令 分别把两个U-Boot刷入 MTD1 MTD15 和MTD16 这三个分区 好 大家看到我们逐一刷完之后 返回这样的命令呢 就说明已经正常刷入了 刷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拔掉路由器的电源 或者是关闭电源都可以 然后呢 按住Reset键的同时 开启电源 或者是插入电源 一分钟之后呢 我们松手 我们把路由器和电脑 用网线相连 我们来到电脑端 打开网卡的设置 我们把它的IP地址设置到192.168.1的网段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浏览器上输入192.168.1.1 这个就是U-Boot的web端的后台了 我们找到下载好的S-DOT固件 大家注意啊 一定是这个后缀的固件 然后我们点击上传 之后呢 就等待刷机完成就好了 整个过程呢 应该是在三五分钟左右 等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开一个页面 输入192.168.1.1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熟悉的 S-DOT的登录界面了 那么这样呢 也就代表我们刷机成功了 S-DOT呢 其实相信大家也都已经很熟悉了 那本次IODAR呢 优化了AX9000的射频 Wi-Fi性能呢 有了不小的提升 在发稿之前呢 金水收到了IODAR的最新的固件 虽然说现在目前还没有实配 S-DOT OS 但是已经补足了上一版固件 没有灯光的这个bug 另外呢 新版的固件终于有了三频 在5G2之下 我们可以使用160MHz频宽 使用小米13实测 5米之内是可以跑满千兆带宽的 而且USB3.0的性能呢 也比原厂固件呢 提升了很多 不管你是外接硬盘 还是2.5G网卡 都是可以轻松的 跑满你的带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其他的功能就由小伙伴们自行探索吧 我在这儿呢 就不一一赘述了 最后呢 还是提醒大家 刷机有风险 动手虚三思 希望大家呢 可以一次性搞定 永不变转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折腾路由器的路上呢 给你一些其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麻烦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次点赞 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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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